刚才洪老师讲到一次 我就是 那里引述这个Rossel这一句话 其实你再支持美国 因为罗素的观点就是说 这世界你所了解的世界 是建立在Sense Data上 你的感觉的Data 无法去它 离开你的感觉的Data 换一个独立的物理世界 其实他follow巴克雷、David Hieu的路线 所以哲学史只读David Hieu跟巴克雷 你讲的就是说 你刚才因为做了第二次的发言 我说我来补充一下 我刚才也其实已经同意说 这个物体、物质世界 电子到底什么是它的运在性质 这个要有好几个更细列的区分 当我们说它在某个地方的时候 这个在某个地方 明确知道它在某个地方 明确知道它在某个地方 这个是 你不能说它是电子的内在性质 你在没有做观测之前 我不能已经假设 它就在那边等你去观测 就叫做内在性质 可是 但是 电子的存在性 从样子物理的角度来讲 你只能说 你只要去看 它总会在某个地方 好 We'll be some way 那这个就是 我们能够所谈论的事情 关它最多的知识 就在这样子的程序 那这样的程序 是不能够感受一些的 不过 从这样子的程序 是不是就imply说 mind这样子的观点 是你在经过比较严谨的分析 不是说 我们就是conversesical的说 我有我的这个mind 我就跟你讲 这mind 你还不知道 你还不知道 怎么能把你的 亲俗的定义的失望 尤其是 我们现在在哲学里头 但你可以说是哲学 或是理论物理的 或是理论物理的一个区域 就是理论物理的 就是做上 数学化这条例 那哲人家里说 一旦找到数学化 我们就把它签个开来 就无俗这个哲学 所以你在谈论 发言这里头 的问题里头 你无法不透过 那头本原则是一个 优点 是一个缺点 这个 你比较做物理 你要依赖这个数学 这个是优点 这个是缺点 缺点很明显就是说 你在谈论它的时候 you don't know what you're talking about 有时候都数学 或数学是 不是logic 明明说是logic 跟意义在哪里 他逻辑 那就是这样 我不晓得这个是 社会跟实际的关系 就是说 世界 是 它就是这样 没有在谈论 所以是的 我承认说 你要来谈物体的 内在心理的时候 这是一个相当 英文来讲 subtle 的事情 不是那么的清楚 我说物体它没有 位置不是它的能性 可是我并没有说 位置是一个 没有固定的 这个概念 可是这个能不能带到说 这个 minus 比物质更合 我觉得这中间没有 我能够接受 一个很明确的 一个模型的 这是我的基本上 目前没有这个答案 所以我才敢 所以在这边来 来来来 来谈这个 这个事情 而且 你在谈对mine的时候 你都要透过我们的 日常语言去接触 去谈这个事情 那经常是受限于我们的 就是我们如果说 我们对物质的理解 是有限制的 那同样的 我们对mine的 这个概念的 任何的讨论 也是有同样 或者是更高的局限 因为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总是 就是征求 遇到两个问题 我要的问题是 可以三峰临火 是可以 巧合他们两个 你先请一下 听 听两位 重量级的学者 就是大师来谈话 我觉得非常有趣 也引出来非常多 先自我介绍 生命大学人 为什么不倒是 一切都不倒是 一切都不倒是 两位所提到的问题 其实我非常有趣 如果你时间过得好 我会有什么问题的事 就是问题 还有我们可以 要不及 第一个 当然我提到这个 有些人 他说阿玛堂 他一面都 说 他可以做很多的 那外来 那外来 如果说 这边之外 他怎么能够发展出来 这边说 我問為什麼 那第一個 他當然在未來會發展 他會問 你 我怎麼來 未來怎麼樣 那我為什麼出現 為什麼 為什麼 意義是什麼 他介紹了 他會通面 他會開始 他會髮紅 他會跟人類一樣 他也不需要服用 剛剛講的 或者說 為什麼要 這樣子概念 事實上好像不太容易成立 不太容易成立 所以這個 你這個ROPA 來補充這樣子的一種 發援這麼高財 那這個事情 可以跟我們 不可以說 不過如果 NOPA 他能夠發展這個外的話 他可能會進到 這個TURY 的那個AMPLUS 那個ROPA 不想他會開心 另外就是 人常常是問你 自己的利益 我們也出現 那 接下來就是 我覺得 這個 Nego 這個BED的故事 太浪漫了 社學家這麼問 你那麼大 科學家更有報告 就是 如果說到底BED 你沒有考慮 我們做 CRAIN SCIENCE 一個問 BED 你沒有錯 他能不能在 那麼多人 直接浮衝 再發出 超越過的聲音的時候 他能不能 identify說 我這個聲音的受傷 是我們的 所以我才會去撞牆 我才不會去 不知道你在哪裡 所以這個 是一個更需要 去問人的問題 所以這個BED 我想已經打太多了 怎麼打 他都不在這裡 不繞 我覺得好像 應該這樣 會更深入 那第三個就是 有關 Alan這個 提到 這個 BED BED 是第一個 這個 我想有多 人家會這個一群 那我覺得 Alan 破門的思維 跟早晨的事 他也一樣 可能 可能 也更有 更有 都是有精力跟智慧 所以所思考的 一些意見比較不同 Basedly 我們從 分散的角度 我們做了很多 dipension 我們做了 scipophania 我們做sleep 我們做pac 不可能 不可能 MIG是一個內地的經濟 絕對不是 我們在同意聽人所說的 MIG是一個 Universal Manifor Edit Manifor的一個存在 它是它的主要性 包括MIG 我們想像的很重要 那麼因為我們做得到 Nsize 我們會看得到 Grain's Object 但是 這邊很多MIG的 它的展現 不是從Grain 這個organization 可以去解釋 它有非常多MIG的特性 那MIG的話就是說 大家也會有提到這個 所謂TOE Fearing of Everything 我想TOE應該是 我們科學專輯學家 以這個Duxmesson 很希望能夠做出來的 一個統一的英文科技 那最近 有一個明文的科學家 可能我們比較非要去注意到 但是呢 我們 同一個時間 排大在 談這個所謂的 心理黑洞的時候 楊平的訪問 也在國養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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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我們切入的方式 也在一樣 那這個TOE 早期大家都認為說 整個世界的進化 應該是從物理 從化學 慢慢地 以後就把它出來 慢慢地 開始了這個MIG 那 那我相信 科學家 其實不太不覺的 我們另外創造了一個情況 但我們對於 它能夠了解的現象 它出來的時候 我們會說 我們就會回到 咖啡事實 是我們展開 我們會談 一個進化學家 那我們想 如果這個化學家 基本上 一個人 我們都不知道 怎麼會這樣 可是我們會把 一個進化學家 當作是一種 解釋 很多世界上的一種方法 但我們認為說 那如果解釋 這個生命線上 我們就把他回憶 做進化學家 就這樣 放在哪裡 我想這個是 就是在LiveSign裡面 才能夠整備一個 一種 我覺得這樣子的 一個解釋方法 就像不是 那麼樣子的 負責任的一種方式 那 這個進化學家 就是說 有一個科學家 他跟大家的想法 都一樣 他反過來 他認為這個世界的存在 應該是 把奧倫取得成的 所以他就是 他認為這是 這是一個 新的 第二 M 這個科學家 是 Roberland Roberland 是 M1 他認為 非常 沒有解釋的 存在 所以他提出 華生索 他有 基本上 他的想法 跟M1 比較像 他認為 Cautiousness 應該是 這個世界的 最基本的 有一個存在 那麼 時間跟空間 也都不是一個 刻意的存在 那 這個很有意思 那麼他最後 他如果去Cautious 裡面的 進到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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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vision裡面去 那剛剛 剛剛老師有聽到 這個Method 聽到這個 Sing Scale 我想也聽到 Hand Sing Scale 你當然會聽到 Tunk Scale 非常非常 的一個 非常威脅的 Sing Scale 那 Pinker 就是說 物理學家 我們會認為說 很多的 像 包括Potting 他 要幫忙 努力 一個Observant之外 到底是Observant 它 那個 Ease出來 就算你剛剛講的 Handroid 那有沒有可能 這個Handroid 發現 基本上 一個Mine 所產生出來 讓你會是不良 而不是反過 Handroid 是Handroid 存在 它解釋了 後面的生效 有沒有可能 R 就是 大概是這樣 這個需要回答嗎 這個 這個 有一個問題 這個 大家 喜歡看 我很喜歡看 這個 這個點 是 i is everything 的終極表現 這個 一切都是 you know my 我不認為我們這個宇宙 是不是 是一個 因為有很多的 這個 細節 這個 我不曉得該怎麼 這個 這只是我的 我的 看法 opinion opinion 這個 也許 也許 這個像 洪老師這樣的觀點 往前延伸 那就會 比如說 往前 我們把講個提招一點 那就是 the cosmos 是誰 我 也許 要不要幫老師做 支持一下 我沒有辦法下話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世界 只是 simulation 是 非常有可能 在 因為 我這樣想 是因為 從那個 Steven Hawking 關於那個黑洞 吸進去 或 一個東西 掉進黑洞 它認為 everything disappear 所有的消失了 它是從 廣義相對勒的觀點來看 掉進黑洞 什麼都沒有 但是 從 從 觀點來看 information 不會消失 就是說 一個東西 它 有內部結構 它有一些屬性 就這樣 你有DNA的 information 在你的身體裡面 然後 你把你丟到黑洞裡面去 關於你的 組織結構的一些性質 那些information 是不會跟著你 降進黑洞 以後就消失了 這個是 Steven Hawking的 那 後來 Steven Hawking 這個 物理學界就有 大佩論 後來 Steven Hawking 出來承認 他說 他原來的主張 是一個 big scandal 是一個大草丸 他認為 detail 不會完全消失 那什麼東西沒有走 就是 關於 假定是你丟進黑洞 什麼東西還在 是關於你的訊息 那這些訊息放在哪裡 就是放在那個 黑洞的 黑洞應該是一個 黑色的全結 就是在我們這個 黑洞的 這個 周圍的 這個Horizon 這個Event Horizon 事件 事件 就是只要你任何東西 通過那個Event Horizon 你就再也回不來 可是 如果你到那個邊邊 應該就有機會回來 那訊息就都保存在哪裡 那有一些人 包括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名字 這個T 看嗎 這個 這個 對 他也是激動一個 他也認為 那個 Satkin 一個 史丹佛大學 是不是Satkin Satkin Satkin 一個諾貝爾 講一個史丹佛的 大台 物理學家 他們認為說 其實 這個 我們的世界 我們在宇宙裡面 我們用我們的 CAMON SEN 我們是在一個 3D的 一個 一個 在這3D外面 其實有一層 宇宙包摩 就有像 黑洞的那個 EVENT 所有的 都在這宇宙的表面 2D的這個 這個包摩 表面上 那 我們在這邊 你會覺得我在這邊演講 你在那邊聽 是EVENT 活大之類的 那 其實是 這些Information 的 一個 全史投影 一個 Hologram 所以我們的 是 那些Information simulate 這個世界來 這個世界 我們認為 存在 並不是 最終極的存在 最根本的存在 是 那些Information 我想這也跟 那個 也是一個 重量級的 都沒有 都沒有 都沒有講 他交出 這個重量級的 江歸勒的 最新的舉章 如果 大家看過我的書 我那邊有講 從外行人的角度 跟遠 講 江歸勒有 人生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是 Everything is particle 後來他覺得 這個問題 問題很多 所以就進入 Everything is free 常 但是他認為常 還是畢竟還是物質的 可是不能解釋很多現象 所以他在晚年 他大概在 他得癌症以後 大概十來點過歲 可是他得到癌症以後 覺得隨時都會走 所以他就 在他的字段裡面 有寫到 講說 我覺得我人生有限 我現在 不能再做那麼多事 我只做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問這世界的根本存在是什麼 其他都不管 那我其實也受到他情報 我上節目 要幹嘛 無聊 那這些事情是 逼到不能逼的事情 那不是每個人都能做 而是 每個人都可以把它做得很爛 那其他的 比如說這個 這是勾引學生幹嘛 還要被 網路上追殺 那這不重要 那這我人生最重要的就是 解決這個 最根本的問題 就是世界上 根本存在什麼 這個東西最根本的存在 那 就是他覺得人生有限 結果他又活了十幾年 所以這個 提出很多 很不錯了 那其實他最後一個階段 是很聊殺的 那我想在 我們現在在談的都是 關於物理 物理學裡面的那些 數學方程式的 interpretation 事實上 物理學家之間 關於那些 數學式子 並沒有爭議 對不對 這是同一套 但是不同的人 來看這一塊 同一套數學的 Mathematical Equation 數學方程式的時候 每個人看到 不一樣的東西 這是有不一樣的解讀 所以 我想這個 剛剛講那個 simulation partially 也是跟 姜維勒的看法 是一致的 那至於提到 羅法的問題 談到說 羅法會不會有意識 其實我們問這個問題 之前要先問 這什麼羅法 是tree machine 羅法 還是 不相信 different 比如說 你的羅法 會不會 因為我們 tree machine 就現在在外面談的 什麼 這個almago 什麼google staple 還有一個 李菲菲的google 首席 AI 科學家 那這些人 就他們談的 都是tree machine 那如果是tree machine 也就是數據電腦 如果 如果你談的是數據電腦 robot 就是 robot 那不可能 有意識 有經驗 也不可能造反 就像我們前幾天 請來演講了一個 廖弘遠 廖弘遠 廖弘遠是 中研院的特兵研究員 然後這邊做了很多不錯的東西 那醫生就是 研究AI 雖然他的題目 有時候是比較實用 但是AI這個問題 就是 近這個 社內很久 他那天講一句話 就是tree machine 他說 AI 或者robot 不會胡思亂想 他沒有能力 胡思亂想 所以 如果你用數據電腦 或者tree machine 這樣的robot 其實 他 不可能 這麼造反 啊 起來這個 推翻人類啊 或者有什麼感覺 或者有mine 或者你要upload你的mine 到那個電腦去 這是不可能 可是如果你follow 有一些人 舉個例子來講 像Rodjo Penrose 像Henrod 那個麻醉 麻醉專家 那個 那個大學的 麻醉的教授 他們兩個合作 認為 你的頭不是數據電腦 你的頭是量子電腦 那他們實際上 有些 Henrod是 腦神經科學家 他在腦裡面 試圖去找 這個quantum computer 然後一個quantum brain 在腦裡面 運作的機制 跟可能性 就他發表很多 跟Rodjo Penrose 他們認為我們是一個quantum mind 那如果是一個quantum computer 很多你就變得 不是那麼清楚 因為我們現在對quantum brain 是比較清楚 知道他們在幹什麼 一千二十 所以可以很直接的說 啊 這種AI是 會可以製造很有用的機器 他做 但是如果是quantum quantum mind 如果是quantum computer 那就像 quantum quantum basic 到quantum basic 一樣 帶出很多 沒有辦法 直接有大家去討論 回答的問題 那剛剛這老師 他很多 很多都是 你的看法 那我想 其他 看不出什麼特別的問題 希望回應 好 那老師有要盡對 那老師有要盡對的話 我們還是要盡對 先在 我們最多開放一個問題就好 因為就是 現在有超時的問題 我們只有分他們兩個 就是 所以 所以 我們 我們 講會交碼 我們可以找到 對 我們可以找到 你好 我是姓德 那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 剛剛有提到 那樣子 就是 首先 也一直在被 然後沒有這個問題 那問題是 我們 如果沒有 觀察我們 只能知道 有變動的歷程 或是他的路徑 我們只能知道 時間是存在 那 剛好 有一個很有趣的就是 一個聖經科學家 李北 他做了一個實驗 就是他的實驗結果 就是他 他實驗結果就是說 人的意識經驗 似乎先於 人倒地 就有一個時間上場 那這很有趣的事情 是不是有可能說 其實 時間是 意識經驗的長 那 如果說 套在你剛剛 這個 脈絡下 就是說 沒有一個人 在那邊 有一個主觀的經驗 去經驗時間 你知道 P只在A是T1 還是T1 這應該不確定 你的 你沒辦法知道 到底他在這邊是T1 所以我 黃浩傑就說 有沒有這種可能 說時間是不存在 或者說 其實時間是意識經驗的長 那如果說 這兩種可能 是有的 那會對物理學造成 這個影響 謝謝 這是其實複雜的問題 有什麼關係 其實對學校認為說 時間是存在 因為空間比較深 只能分不存在 我覺得我們這個宇宙是 是 大概137年前 經過我們還不理解的過程 然後 這個空間被打開 空間兩個部區被打開 我們呼吸還叫做 膨脹 就是大屈性的過程 出現 那麼因為在物理的觀點 你的時間 空間是一切相關的 所以 你可以說 空間存在 你世界 我剛剛講的說 你只有在透過觀察 你可以知道 例子的位置 或他的資訊 或他的一些限制 這個觀察過程 這個當然也是辯論的議題之一 就是 什麼時候你測量完成 這個測量完成 是不是要有一個有知覺的 有心靈的人在那邊看到說 數據說 我這個測量還完成 或者不需要 我可能有個 就好像說 很多人在實驗室 你不需要在 你第二天早上來 這個 這個data就在那裡 ok 就是那種 做majorment 是一個客觀的事實 這個我知道 對我有辯論過 我不在意 因為這個就是熱情 就是說 樣子力學的majorment 不過 在一個普通常識的一個層次 majorment 就是你講時間 因為你特別是講到時間 你講T1 比如說是因為 我剛剛講說 我看我的表格 就是T1 可是我可以 不需要說是我 一個有mind的人在看表 而定T1 而是我把這個T1事件 跟另外一個事件 把它通認起來 例如說是 這個 我們在節目一開始 這是一個事件 我們今天人都出來這邊 可以承認說 有這麼一個 一個 一個 那麼 主持人剛開始 拿起麥克風 講第一句話 那個時間 有一個棒球在那個地方 好 這個是一個 例如說 你可以說是 定義時刻 就是 the instant 那個時刻的一種方式 並不需要到說 有心理在別人作用 我說這個是一個 普通常識的方式 當然 有一些人 尤其是有哲學氣象的人 然後他就開始說 你這樣講 然後他就退課到最後說 他不一定是 可是 你們也可能知道說 哲學思維複雜性不表示 他是正確的 雖然我是很 這個是很charm 他也 你知道 就是 一圈又一圈的 轉轉轉轉轉 這個 有他的 每 要不是這樣的話 你們大概可以來念這個 心智眼科 可是 就好像 物理理論的複雜性不表示 他是正確的 就好 我剛才對 CCRC採取 我們所不可思的態度 他是很漂亮 很複雜 是目前最複雜的理論 這個是好好理論 因為他是奠基於相對論跟量子力學之上 可是 不保證他是很難正確的 所以 你在談論說 時間是什麼 那這老問題了吧 對 就確實在說 你不問我知道 你不問我不知道 這就是 這就是 對 普通常識的 這個答案 那麼 時間有太多的 理論 包括說 時間會不會浮漏 有沒有時間留這件事情 那個是 物理裡頭是 不需要 這個flow 這個 這個可能是我們的 我們的解釋 或我們的 認知 你知道 有walk time 這樣的觀念 那物理 其實沒有 能夠進一步去談 包括剛才 胡教授好像 他稍微提到的 the problem of now 什麼叫做現在 那這個都是屬於 filosophy 的答案裡頭要探討的問題 那 從最保守的觀點就是 所謂最保守 我現在才講 保守觀點是工具論的觀點 就是 it works 在工具論的觀點底下 那時間是我們 要能夠做測量 那就是 我的 周表的指數 這就是 時間了 而這個 就是 許瑪夫 學家現在沒有覺得說 我們這樣子做 有什麼 欠缺了什麼 或者說 他帶給我們一些 什麼錯誤的 這個 事情 所以你要是去 翻 它一開始要談時空 它談時間 你會發現它談什麼 它就是談測量 OK 我們能夠量到說 時的幅度好測量 它跟你 它談得好高興 就是說我們怎麼 對不對 你就講說 普蘭克時間 普蘭克距離 你怎麼去測量 它關心的是怎麼測量 那 我剛剛 也在 我已經引用了幾次 他說 像心靈這樣的問題 他 他想了 他無從 他沒有 沒有能夠 有什麼逃不去的結合 因為 他想不出說 所以這個問題是什麼 就是 你對這個問題 有一個清楚的定義 把它變成是 一個科學問題 所以時間是什麼 我能談就是這樣 跟你超過我的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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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能談就是這樣 謝謝 周老師 我想我要對兩位 提出一些 評論 我覺得物理學家 跟學者 思維的方式 其實非常類似 都希望找到一個clear 一個很清晰的 很合乎邏輯的 一個automate 的這個 這個 或者是這個 想法 那 但是 哲學家跟物理學家 缺少了什麼 哲學家跟物理學家 在談意識的 在談心靈意識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對biology的 stance 其實是 不一定 稍微 稍微差的一點 我現在很簡單的 我提出一個 生物學家的看法 不是我 我提出另外一位 非常偉大的分子生物學家 就是 Francis Quick 他發現DNA的創造血結構 那之後呢 他到Sark East 就去研究意識 研究神經 神經的意識 他2005年去世 他在去世的前一天 在他的病床上 在改他最後一天論文 就是在提到 意識在我們的腦裡面 到底 應該有什麼樣的 解剖學的結構 所以這是非常 跟兩位 哲學家跟物理學家 在談這個問題 完全不同的 這個思維的方式 那他就認為說 在我們腦中間 應該有一個 解剖學的結構 是 Responsible for Consciousist Generation 而且他很明確 很明確的 很明確的 清楚的 define 出來 他認為 我們腦裡面 意識出現 應該是在 一個 這個 謝老師非常熟悉的 一個很特定的 一個腦的結構上 這是2005年 兩年以前 2014年 這個 神經科的醫生 對一個 邊間的病人 在做電擊的刺激的時候 Exactly 就是在Quick Predict 那個地方 只要在那個地方 給一個電擊的刺激 那個人 立刻 立刻 上去意識 雖然他還可以做一些 別的事情 表示那個東西 跟那個動作啊 跟這個 訊息的結構 沒有關係 那個地方 電擊哪開 一時 立刻回來 所以 從Quick 2005年的POPOS 到2014年 神經 這個醫生 在那個腦 人 就是指人 在人腦中間 去 identify 這個區域 然後在 今年年初 就發現 在那個區域中間 有一些神經細胞 是非常特別的 那個神經細胞 他生出來的那個觸手 cover 大腦 幾乎所有的區域 所以 這個是從一個 生物學的角度來 來理解 所以我覺得 真的 我們在 碰到的問題 其實是一個 我們大腦結構 我們對我們的 大腦的結構的理解 事實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有限 我們說 剛剛這個 黃老師舉了 這個蚯蚓的例子 那 蚯蚓 它 在時到環境 它會做 改變 那個也許是 過是 一百個神經細胞 接受 外界的訊號 產生反應 所形成的一個回路 但是 我們大腦中間有 一百億個細胞 神經細胞 所以 照這樣的一個比例 算起來 我們大腦裡面 有一個 類似蚯蚓的這種 簡單的 接收訊息 做出反應的回路 而這一個回路是 大腦中間有一個